贏定杀警案 震惊全国的杀警案 嘉义县主席乡长王坤宏 被查出捨有重嫌 在15号乡长半桌取钱期 来人再婚高调宴客 而就在同一天 杀警的胸腔也找到了 乡长恰巧选在同一天宴客 被外界解读 宣誓意味十分浓厚 杀警案爆出可能是情杀 王坤宏 王乡长 涉嫌共同杀害 嘉义是法案队远警林静忠 那乡长跟这名远警 被杀死了林静忠认识 杀警案案情峰回路转 专案小组在死者手机发现 乡长太太竟然自拍裸照 用Line传情 全案改往情杀方向侦办 就像路口健身器拍下 乡长疑似透过有人 拿200万个枪手买凶杀人的过程 警方查出有人坦诚 受托交付买凶金 杀警案惊爆内幕 很有可能是因为死者跟乡长妻子 过从神秘 被告的部分 它里面有140几万的不免的现金 那下手的留 另外父亲被告的部分 也有20几万的现金 陷阱你两担三担来的 这体肩很好吃 前天乡长猜选时 太太站台立挺 看不出两人感情声变 但之后没多久离婚 接着又爆发杀警案 案发后乡长高调 取回离婚前妻 这条不明的私经流动 都让警方对于反动机高度怀疑 但诊讯过程中 王空虹强调自己清白 监警带回亲人诊讯 要厘清杀警案是否还有卫宝弹 最后跟我们的佩儒 嘉宜报道 那是梅缄里面的